NBA自由球員市場的大咖 基本上都已經塵埃落定了 可是最重要的那個人 到底花落誰家? NBA自由球員市場呢 已經慢慢的塵埃落定了 因為自從LeBron James跟洛杉磯戶 簽了4年合約之後呢 你會慢慢看到了磁鐵效應的出現 就是呢,有一些球員認爲認爲 哇,我去LeBron這個地方 我可以拿一個總冠軍耶 所以你就看到Ray John Rondo Travel McGee Lance Stevenson 或者是Contagious Coldwell Poe 都已經跟洛杉磯湖人隊相繼的 這個續約,要不然就是簽訂了 準備一年或兩年的合約 所以湖人隊慢慢在累積自己的戰力的同時呢 又看到另外一個大咖的消息 那就是呢 Demarcus Cousins決定要加入 勇士隊 Demarcus Cousins加入勇士隊 那現在就是五星球 這個球隊啦 這個球隊現在有五個All Stars 而且每一個都有自己的能力 不過在這樣子一個陣容裡面 我看到比較大的麻煩是 因為Cousins在過去這幾年呢 已經慢慢的開始做外線的攻擊 外圍的傳導 以及運球的攻勢 這個好像跟Dream on Green好像有點像耶 所以在這兩個人 同時要打幾乎一模一樣的籃球的球風的時候 看起來勇士隊又多增加了更多的板凳的深度 更重要的是呢 在這樣子的一個天分的累計情況之下呢 現在看起來沒有太多的球隊 真正的可以跟荊州勇士隊一架上下 那不過呢 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好事的 因為我們知道Dream on Green呢 還有Demarcus Cousins兩個人的脾氣就是在一切都順利的時候 看起來兩個人可能是最好的朋友 可能每天出去一起啊 討論汽車啊 一起吃飯 可是當事情不順的時候 這兩個人火爆的脾氣 會不會起很大的衝突 那當然是有可能發生的 不過 好啦這個只是 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不過以現在天分的累積看起來呢 最大的贏家到目前為止 在自由球人市場裡面 應該是荊州勇士隊 那對於其他有對英國勇士有挑戰的球隊們呢 發生了什麼事件呢 火箭隊 喪失了Trevor Reza 他有沒有辦法跟Clan Capella續約 現在還是一個問題 所以火箭隊的戰力 看起來搞不好 會下降一點點 那醍醐隊在去年 表現的其實還不錯 可是現在走了Demarcus Cousins之後呢 又走了Ray John Rondo 他補禁了兩個人 Alfred Payton呢 搭配著Julius Randall 嗯 還不錯的補強 不過 到底他團隊的戰力有多大的一個提升 還必須要在球技開始之後才會知道 那另外呢 在西區裡面 我現在為什麼一直講西區啊 因為東區好像沒有什麼行動 也沒有什麼補強耶 就零星的一些從籤的動作 像760隊從籤的JJ Reddic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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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回到西區 嗯 西區呢 Dwight Howard還沒做決定 本來Dwight Howard是雷聲大雨天小說 我要加入 金州勇士隊 可是 勇士隊知道Demarcus Cousins想來 好像 就沒有對Dwight Howard太大的興趣了 克雷的Dwight Howard到底花落誰家 可能已經不重要了 可是 現在更重要的一個重磅的交易 那可能就是在 一直質疑要離開馬次隊的Kwaii Leonard 到底會跑去哪裡 那我個人了解呢 是Papovich死都不太願意 把Kwaii Leonard交易到西區來 特別跟LeBron James來重組一個 可能最可怕西區的強大球隊 因為這樣子一個這個狀況發生的時候呢 馬次隊在西區可能就沒有太多真正的季區 西區總冠軍的可能性了 所以他非常的執意想把他交去到東區去 那這東區呢 其實他有一些選擇 因為現在聽說 Boston Celtics真的願意 就像我們上次講的 用Kairie Irving的合約來跟他交易 那現在對Boston來說呢 他可能就是要打這一年了 如果真的用Kairie Irving交易的話呢 他如果這一年沒有辦法拿Kwaii Leonard 拿下勝利的話 Kwaii Leonard可能隔年 就要跑去洛杉磯虎人隊 所以到底Kwaii Leonard花落誰家 可能是非常關鍵的一環 那在現在自由球員市場裡面 慢慢的自由球員已經是 到他們該到的球隊了 所以呢 最大咖的這幾個 像Kwaii Leonard到底決定去哪裡 真的就會影響到整個西區總冠軍賽 明顯的一個天平 那在金州勇士隊呢 我個人認為 可能是目前為止 除了洛杉磯虎人隊之外呢 在自由球員交易上最大的贏家 因為他們又得到他們想要的 而且讓他們的天分 大幅的提升 可是他們也並不是沒有可能 不好的因素在這個自由球員裡面 就是DeMarcus Cousins他的阿基里事件 到底是好處或壞 雖然才530萬的一個合約 可是呢 他個人的脾氣 跟Dremont Green 要怎麼相處 我覺得可能都是未來 我們必須要看到的問題 好啦 以上就是 目前為止 在自由球員交易市場裡面呢 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跟我們剛剛講的呢 有一點不同的意見的話 或者你個人有什麼東西想討論 歡迎到我們PVPost的粉絲頁 或到個人粉絲頁 來一起跟我們討論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